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几个挂件 那么这几个挂件 无论是它的种水色 都是非常不错的 有这个大日如来 有这个狮子豹事 跟灵猴献月 来 咱们都来讲下 它们其中的意义好吧 大日如来的话 它是属羊跟属猴的守护神 是佛教密宗至高无上本尊 是密宗最高阶层的佛 为佛教密宗所尊奉最高神明 光明 理智的象征 是的 奉献者能够通天地之灵去 取万物之精华 勇往直前 光明快乐 在中国文化中 猴子是日和勇敢的代表 而灵猴陷入意义 平步轻鱼 观韵横通 生活富足 佩戴更爽力干练的精英感 亮眼又高纸 而翡翠里飘了奈玉里 阳绿色华 犹如一道仙气环耀的雀光 让人心醉神明 关于狮子的传说 它总能够帮别人摆脱灾难 带来好运 而狮子暴肆的意义 就是世事如玉 无论依着什么问题 它都能按其心愿圆满完成 佩戴翡翠玉石 正如尊贵的王者 意识能够如意顺行 各位处友们 你们还想看什么类型题材的翡翠呢 连去 高尔斯瓦郎吧